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在中国一二线大城市存钱买房 大部分的人都得省吃俭用 想要更快拥有一个家 不妨可以考虑到东北看房子 根据证券中国 位在黑龙江赫岗的这个东北小城 最近在网路上正是因为低房价 一夜爆红 传言一套46平米的房子 总价只要16000 平均每平米不到350元 房价叠成了白菜价 低到让人难以置信 事实上官方数据也呈现出 中国各地房价的分化格局 中国指数研究院指出 中国整体房市未来预料继续平稳运行 但各线城市将延续分化走势 一二线城市有望低位趋稳 部分三四线城市则面临一定程度的去库存压力 赫岗出现白菜价的情况传遍各地后 证券中国记者调查发现 当地确实有许多二手房挂牌低于千元人民币 甚至有区域均价只有600元左右 从挂牌的房源价格来看 也的确有部分单价只要几百元的房子 然而房价低迷的背后 其实反映各种问题 包括资源枯竭 经济增速放缓 人口外流 再加上赫岗这个地区曾历经大幅度的棚改 在大规模棚改之下 如果食物安置比例过大 或带来的住房供应过多 也可能影响房价下跌 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洪旭 针对赫岗出现白菜价的原因指出 这反映资源枯竭城市的情况 根据了解 赫岗市2011年国务院公布资源枯竭城市名单之一 当地矿产资源枯竭 经济增速放慢 又处在东北地区 人口外流明显 种种情况导致房价低迷 杨洪旭指出 这类城市一般的旧房子 卖三四千比较常见 新盘卖五千到八千严和常见 但单价低于一千确实相当低 只能说明赫岗这个城市的楼市特别低迷 一居研究院置户中心总监严岳靖也认为 赫岗等城市的房价需要客观看待 首先东北多个城市的房市 基本上就比较颓废 主要因为人口外流明显 他进一步指出 类似的外流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到沈阳 大连等周边大城市定居 另一种则是资金外流 主要是买房资金流到了三亚等滨海城市 在没有人口资金支撑情况下 楼市交易自然不会好 房价当然也比较低迷 再者 这类房价也存在营地的片面性 部分房产之所以如此低价 是因为本身出租效果不佳 又长期闲置 也可能和物件本身过于破旧等有关 但目前大多数的城市 即便楼市再怎么糟糕 单价水平基本上都还是每平方米3000以上 很少真的出现一套房总价 只要10万元的现象 他认为极端的房价 多少和房源本身有关 不能代表整个城市的水平 根据华尔街建文 诸葛找房分析师段宇童表示 黑龙江最近几年的经济形势 本来就不乐观 人口一直在流出 房地产市场比较冷淡 而像赫钢这种比较小的城市 更是不容乐观 他指出许多开发商可能会采取超低价 营销方式吸引买房客 但这毕竟不是房市健康发展的长久之计 城市本身吸引力不够 经济发展提升不上来的话 房市短期内不会太乐观 人口越来越少 房子就越来越不值钱 大城市与小城市的房价差距也越来越大 路透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报道 中国二月房价涨幅比去年同期更高 但还一月相比涨幅持续缩小 根据数据测算 中国二月七十个大中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 年增10.4% 连涨41个月 涨幅是2017年6月以来新高 与一月相比上涨0.5% 连涨46个月 涨幅比前一个月的0.6%收窄 来到10个月低位 不过交通银行研究员下单指出 部分城市的回暖现象只是个别情况 中国指数研究院也表示 预计未来中国整体房地产市场会继续平稳运行 但各线城市将延续分化格局 一二线城市有望低位趋稳 三四线城市部分面临一定程度的去库存压力 重量联航中国区研究部总监姚耀也表示 中国二月70个大中城市新房价格跟英月相比 涨幅继续下调 符合预期 一线二线大城与三线城市间的房价分化将继续扩大 他预计地方政府将进一步实施 因城失策的举措 但政策不会全面放松 事实上在今年两会期间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萌辉多次提到房市要稳 他表示今年将稳妥实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长效机制的工作方案 完善市场监测预警和考核机制 特别要把稳地价 稳房价 稳预期的责任落实 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避免大起大落 路透报道指出 北京政府今年工作报告 对房地产琢磨其实也不多 只强调要更好解决住房问题 落实城市主体责任 改革完善住房体系和保障体系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并持续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和城镇澎湖区的改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